9月2日 有中老年女性收割机之称 作用千万粉丝的网红主播秀才账号被平台封禁 尽管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但平台端指出 封禁系应该账号违反平台相关规定 此前据评论区网友留言 博主涉嫌诱导粉丝打赏 当晚安徽省博州市税务局一名负责人称 却已收到针对秀才的举报材料 涉及个人所得收入申报情况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秀才走红网络成为中老年妇女收割机 不是吸粉这么简单 老年人一旦被秀才们加以利用 就成了涨粉片浅的工具 近年来以各种假近东秀才一笑倾城为代表的网红主播 成为精准击中大业大妈们的流量密码 他们帅气温柔接地气 让广大中老年粉丝群体欲罢不能 从取名到视频场景 从歌曲选择到内容输出 每一部都是投机所好 给情感上匮乏的老年人极大的情感满足 相比年轻人追星 大爷大妈们丝毫不逊色 他们往往比年轻人更加有钱有闲 但和年轻人在微博 抖音和B站等多个平台横跳相比 中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很多 极易形成信息差 有些中老年人一意孤行 一往情深一条路走到黑 在一些主播的诱导之下 拿出真金白银打赏 有的甚至把自己的退休金掏空 只为伯军一笑 秀才之所以可以深得人心 让他的中老年粉丝心甘情愿为其打赏 就是抓住了老年人有钱 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 需要陪伴共鸣等特点趁虚而入 个人草根网红MCN机构与资本的三方合力 使老年人成为绝金的对象 该事件不应被看作是娱乐现象一笑而过 它和过往围绕银发一族的危险生意 异曲同工 比如以高回报为噱头的理财产品 夸大功能的保健品 功能神奇的器材 价格虚高的养生饮料 这些盯准老年人钱袋子的骗局 正从线下走到线上 不得不防 移动互联网时代 各种假近东假黄晓明秀采横行 骗取老年人打赏 直播带货时 卖一些三五产品 更有甚者骗取老年人的感情 给老年人身心健康带来隐患 缓解数字鸿沟 让老年人不被时代抛弃 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是全社会的责任 同时 保护自我鉴别和防护能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 免于欺诈等伤害 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在这方面 既需要平台该出手时就出手 即时查封违反平台规定的各种高危账号 也需要国家依法对各种自媒体账号严加看管 对优质博主大力支持 好内容优先扶持 对于散布虚假 低俗 诱导 恶意信息等账号的博主 绝不姑息 一查到底 刚性措施之外 对老年人的关爱与陪伴 要从每个家庭做起 面对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入 秀才现象是一个远远超越互联网的严肃话题 北京商报评论员陶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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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